有密集恐懼症的人看了恐怕要头皮发麻 中国河南郑州标出42度破天荒高温 陆天泳池塞爆人群像在下水饺 同样热到不行的还有英国东南城镇 布莱顿海滩满人群被挤到水泄不通 一波前所未有的热浪正席卷全球 专家表示气候变迁下 今年全球热浪发生几率暴增三倍 欧洲许多地区森林野火一烧就是好几个星期 严酷的热浪也拖垮了经济 只是镜头转到东南亚 孟加拉多做城市变成水都 民众拉起户管走路 车子也全都泡在水里 孟加拉和印度遭逢百年来最惨洪灾 累计已经夺走上百条人命 专家警告未来极端气候只会加剧 地球身处水深火热当中 如何因应气候危机 成为了各国迫在眉睫的难题 金新闻综合报导